大家好,今天的新闻是 日公司称钓鱼岛问题影响日系车在华销售 据日本共同社9月6日报道 日产汽车公司首席印银官志赫俊之6日表示 因钓鱼岛日称间隔诸岛问题 引起的中日关系恶化 给日系汽车制造商的在华销售 带来了负面影响 志赫俊之指出 各日系制造商在中国的八月新车销售业绩均不佳 因为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特别是户外宣传活动的取消 影响的促销 对此,志赫俊之表示 希望问题能尽快得到友好解决 作为民间企业 我们为成为中国消费者喜爱的品牌 将竭尽全力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